在21世纪初,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在这颗蓝色星球上,他们在尽情享受文明带来的平静生活 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,经常看到一个身披红色披风的超人飞来飞去 他在守卫着地球的和平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,透过楼椅的玻璃窗,看到美女沐浴的场景是超人最大的爱好 但是在某天,一切都改变 另一颗星球上的物种消耗了自身的资源之后 创作太空飞船把这个之手伸上了地球 这是咋回事?死俄罗斯小伙们发起了警工吗?他们太不咬脸了 没比较加速就皮肚改善地打过来 结果武器咋这么厉害? 还能看,把整个马队都打成了 咋的不对呢? 现在是5点65分,我们的战机已经起飞 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都不知道,你们这些人难道都是吃死的吗?我们的超人家 炒人杀手出发 炒人杀手出发 哎呀嘛,这超人一秒钟就挂了 我早就说过,他根本就不靠谱,只会飞来飞去偷看一个女人洗澡 我们就应该要求正派的灰太郎先生去对付这帮爹 那灰太郎全球无敌,我老宠卖了,我的偶像呢? 哇,全球无敌灰太郎来了,你们的下巴不抖了吗? 哎呀,怎么被阿杰,你这妈呀 啊,走 走 放心吧,包在我身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